他是曾经的顶流 百亿票房引地 如今却失去了存在感 新剧《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 豆瓣4.5 贡献出又一个东巴区式男主 周年由逆谱姓男 却人人爱 强强联手 收视力还是跌破心低 观众想问 他为啥接这种戏 大家好 这里是毒舌电影 今天就来讲讲 《内遇一大失踪案》 黄渤去哪了 黄渤当然没有真的失踪 你还是能在 引熟的电影里看见他 如果把时间倒回2014年 黄渤搭档新演 西游侠谋片拿下票房冠军 新一代喜剧职王冉冉升起 还有陈可欣亲爱的 您好无人居 新花路放 牵手林志玲的 第101次求婚 习惯 喜剧 爱情 全开花 有媒体直接问他 你能超越葛优吗 只是当时的期待 如今好像成了空想 对比黄渤和葛优 我们的确能看到许多重合点 比如都是国民孝星 都演技过硬 一个是第五代的罪案 张一谋 陈凯歌 冯小刚 姜文之间 葛大爷无缝切换 自由流通 突然就被马鬼结了 一个完传第六代 管虎 您好 谁用谁说好 葛优演过活着 哎 巧了 黄渤也演过话剧版活着 如果说葛优代表的是金派小市民 平凡中带点优越 嘴瓶中又有点深刻和深情 世界上之所以战火不断 冲突 加剧 根源就是 分析得不到公正的裁决 那么黄渤的出现 更像是这个世纪前十年 互联网的文化面貌 更草根 更恶搞 2006年 现象及国产喜剧《疯狂的石头》 让大家记住了那个 操着一口山东话的盗贼黑皮 也让大家开始好奇 这位叫黄渤的演员 真的不是临时从工地拿来的吗 因为独特的气质 略带戏感的长相 和自然的演技 黄渤很快开辟出了 属于自己的王者赛道 北漂的经历 让他自带一份草根的任性 和小人物的伙伴 而早年作为摇滚圈人士 他身上又有一种 不按常理出牌的叛逆与疯狂 毫无疑问 他和宁浩的黑色幽默 有着绝佳的适配度 2006年到2009年 两部疯狂系列 获得口碑与票房双丰收 让宁浩和黄渤从名不见经传 迅速跻身业内前列 黄渤红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他太定型了 丑角 谐心 一说到他 观众脑子里自动出现 荒诞的搞笑形象 很长一段时间的残酷事实施 如果一个演员身上的喜剧标签 太醒目 是不太容易受到认可的 这时 黄渤得到了一个 更能证明自己演技的机会 老朋友管虎导演的斗牛 这部电影成了一场 黄渤的个人表演秀 也让他拿下金马影帝 黄渤的表演 已经脱离了喜剧表演的框架 显示出深厚的功力 大家突然发现 大荧幕上的黄渤 除了能让人发笑 还能如此高能地 挑动大家的类型 而这个角色 更大的难度在于 大部分的时间里 黄渤只能和一头牛演戏 如果说之前 黄渤演戏更偏好自由 那么自此 他学会了更重要的一刻 控制 牛自然不会好好配合人了 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 一天天和牛相处下来 吃尽了苦头 但也突破了自己 那时的黄渤很幸运 尽管成名晚 但成名后很快就站稳脚跟 一是能碰到丰富的角色 跳出舒适区 二是演员能够得到的资源与认可 来自整个华语电影圈 2013到2015年 黄渤大概是内娱最风光的男演员 票房高 质量也不错 各个类型都能驾驭 大有接班可忧之事 除了喜剧和演技 黄渤的人气也呼应了当时时代的一个主题 逆袭 屌丝渴望逆袭 草根出身 个子不高 长得不帅 不是科班 但凭借着努力和实力 登上顶级男星的宝座 从谐星进化为国民影帝 在那个还相信无限可能的时代 黄渤成了最佳代言人 试想一下 在2015年左右电影行业急速扩张 攻占广大乡镇的过程中 还有比黄渤更合适 更能扛票房的演员吗 2014年 黄渤第一次登上春晚 他穿着连体工装 独唱一首《我的要求不算高》 歌词满满都是梦想 也是在2014年 新花路放的记者会上 记者问出了那个非常梦想的问题 你能超越葛优吗 今天我们更容易马后炮地说一句 难了 论国民度 个性与星光 商业价值 巅峰期的黄渤都可与葛优一比 可追不上的差距就在 他们是从不同的跑道上起跑的 刷国民度的作品 葛优遇上的是国产情景喜趣的高峰之一 编辑部的故事 勇敢地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不要被世俗的流言蜚语所困扰 记住 要像荷花一样 除你而不然 拿奖项的作品 葛优遇上第五代的创作巅峰期 凭借活着成为亚洲第一个嘎纳影帝 1997年 葛优又遇到了演艺生涯最重要的另一位导演 冯小刚 甲方以方 当年以3600万票房 夺得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冠军 重振了好莱坞冲击下国产电影行业的信心 葛大爷的嘴里蹦出了金句 连带着他的形象一起 历久迷心 在冯小刚的贺翠喜剧最受欢迎的时代 男主是被葛优承包的 他就向中国观众过年必见的亲人 成为贺翠党的标志 演员是被动的公众 一直在被选择 被导演选择 被市场选择 更多是被时代选择 超越葛优 黄伯当然接不住这个话 面对记者挖的坑 黄伯是这样回答的 是高情商 但也挺真诚 黄伯称葛优是创时代时期的电影人 是的 中国电影90年代的艺术探索期 和21世纪初的市场化探索期 它都占据过重要位置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不会再有 等到黄伯成名的时候 就算再遇上张艺谋 当时的张艺谋在干什么 大概在拍《三枪拍案》惊奇吧 但黄伯无疑是顶尖的 于是他遇上的是他的时代里 最顶尖 创作力正当时的一批导演 比如宁浩 管虎 2014年回答记者时 他大概坚定地相信 虽然不会再有 开天霹雳时的大有可为 但这是个满是机会的时代 也是个能容下 各种不同光芒的时代 后来 我们逐渐忘记了 黄伯超不超越葛优的问题 因为关注点 逐渐从黄伯身上转移了 2019年 或许可以称为《省藤年》 他艺人两部春节党上映 《疯狂的外星人》和《飞驰人生》 《疯狂的外星人》双男主 黄伯演得不可谓不卖力 但这个草根的耍猴艺人 却没有黑皮那样的鲜活和搞笑 反倒是省藤一句毁灭吧 成为全片最强积一点 于是在这场两个喜剧之王的合作中 有观众高呼 新王当立 那个让人熟悉的黄伯去哪了 原来他已经不疯狂很多年 参加高分综艺极限挑战 忘不了餐厅 不可否认 这些都能给他带来好人员 公开场合 他是高情商代言人 好好先生 他还是各种电影里 典型的中国好人 夺冠里 观众调侃同一场长大 就成了黄伯憨厚可爱 但在巩俐角色面前 被压制的完全没有存在感 我和我的祖国里 他是敬业认真 无似奉献的旗杆设计师 穿过寒冬拥抱你 他是疫情期间 善良勇敢的快递员 志愿者 但你发现了没 当黄伯突出一个好字的时候 他就离真实的角色越来越远 就像一张表在玻璃框里的奖状 他依然亲和 依然在努力贴近平凡 但曾经触动过观众的那种平凡中 通常带着社会的污垢 无论是黑皮还是黄毛 无论是杀手还是农民 和他后来的角色相比 都一目了然 黄伯不知道吗 我觉得黄伯可能比谁都知道 喜剧是一种残忍的 不留情面的艺术 喜剧演员通常更敏感 也更有危机感 所以赵本山会在春晚后 因为小品质量抹泪 所以省腾也会感到厌烦 王金说他甚至想死 他想演爸爸 他想死 而黄伯呢 他同样不甘于被限制 如果看过黄伯导演的一出好戏 你会知道 这不是一部仅限于喜剧的喜剧 黄伯是否能超越葛优 或许不必纠结 但可以肯定 黄伯绝对想要突破黄伯 你能看到他的很多尝试 犯罪权一篇《冰之下》 拿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 文艺科幻片《被光抓走的人》 还有那不等了好几年的 曹宝平的《涉过愤怒的海》 预告里黄伯的嘶吼让人期待 但这个阶段的黄伯就不太走运了 上海电影节封地之作《冰之下》 至今没有供应 受过愤怒的海 隐民已经等了两三年还无消息 《西幻》大制作《风神三部曲》 也被压了好几年 自从少演喜剧后 黄伯的片子不是上不了 就是难有好剧本 就连原本主场的喜剧 也不再那么适合黄伯了 今天的喜剧电影是 尝试小品的天下 温情鸡汤的炖锅 从黄伯脸上带着尼垢的黑 变成了贾琳脸上习气的暖黄 不再有辛辣的讽刺 乖章的叛逆 荒诞的真实 幽默背后的残忍 那么黄伯初出 毛炉时的疯狂不羁 就不再有用武之地 甚至 以冯小刚和葛月为代表的 温和的庶民喜剧 都消失了踪影 今天的喜剧 还会在段子里探讨房价 讽刺房地产吗 在互联网没有全面兴起的时候 冯小刚的电影 就是那个时候大众的一目嘴涕 说的都是你关心的事 吐的都是你机遇的情 葛大爷索性到了 功成身退的年纪 可此时成长为中间力量的 终身代男演员们呢 不光是黄伯 当下的中国终身代男明星短板 都非常明显 商业价值当然不缺 票房屡屡刷新记录 百亿影帝 两百亿影帝吹到嘴软 高票房常有 但能留下的作品和角色却少有 沈腾至今没能撕下 开心麻花的标签 无金自战狼2搭上主旋律的风口 被绑定在了叉叉行动里 今年也在寻求一些更多元的机会 去年着眼并投资的 小众唯一喜剧《爱情神话》 成为年度平分第二的国产片 但18年时扶持新人导演文木野 《我不是要神》引发的现象集 怕是文木野自己也无力再现了 他稳稳妥妥拍起了深圳奇迹 当然 如今中国电影市场上最顶级的资源 仍旧是终身代男演员们的 就像今年 女演员几乎没什么存在感的春节党 但对于这些所谓的顶级男演员来说 上的菜很多道 其实都可以归为一种摧肥的碳水 他们要么继续参与恢宏的商业票房大战 在每个重要的档期频频刷脸 要么只能暂时成绩和消失 在好莱坞 顶级演员们总在追求商业成就 和艺术成就两条路上齐头并进 一旦成为脖子 就会逐渐失去价值 可在当下的内鱼 这仿佛只能是一条单行道 因为事实证明 只有前者是安全的 能够拥有畅通无阻的制作周期 最好的资源 最优质的当机 而不必遭遇太多未知的风险 但有意思的是 在葛优和黄渤取得巨大成就的时代 中国电影的关键词 偏偏是冒险和不安 冯小刚拍甲方乙方 是因为和王硕成立的好梦影视公司 接连遭遇重创 最后跟领导韩三瓶赌了一把 宁浩拍疯狂的石头 多亏了刘德华的投资 而当下 是个冒险成本最高的时代 连带着黄渤的事业一起成绩的 还有他曾经代表的草根逆袭神话 今年春晚 时隔八年 黄渤又一次登上了舞台 唱了一首小歌 他穿着八年前一样的衣服 一样的跑步姿势 一时让人感到恍惚 原来已经八年过去 好像什么也没变 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被困在时间里的黄渤 还能突围吗 今天的这个问题 比2014年的那个问题更难回答 因为 这根本不由黄渤来回答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一定记得点个关注一键三连 点赞越多 更新越快 我们下期再见